上期说道,混元老祖有个法宝纸棺材,写上活人的姓名放入其中,拜上十二个时辰,此人必死,而警察所正是以前的火神庙,刘恒顺坐在火神爷的正位上,旁门左道虽有法宝纸棺材,却不敢轻易使用,一旦拜不死,他会反护自身,可接下来的几日,天津城中无缘无故地接连失火。 不知从哪传出一个谣言,三岔河口的火神庙挡住了龙王爷,以至于城里城外经常失火,除非把火神爷送走,就这样,几百年的火神庙居然说差就差,警察所也挪到旁边一处又脏又破的民房。 刘恒顺骂道,这其中没那么简单,必定有人故意放的火,手下老油条则一脸神秘地说道,放火的可不是人,这火是小鬼放的。 那是前几天夜里,老油条半夜出去上牢房,刚走没两步,忽觉眼前一亮,只见一团鬼火穿门进的院子,那鬼火似乎有风吹着,呼呼悠悠贴地而行,直奔柴房都说水火无情,这要是点招还不得把房子烧个金光。 老油条情急之下,一瓢水泼灭了火头,顿时轻烟一冒,却见熄灭之处,有个三寸多高的小纸人,纸人前胸后背各写了一个火字,老油条下的冷汗直冒,刚才那团鬼火,就是这个小纸人。 而,刘恒顺听罢,心念猛然一动,天津城中接连失火,多半是魔古道以妖术纵火,又放出谣言扰乱民心,只为了拆掉火神庙。 本以为刘恒顺凭借火神庙的形势,竟可以躲过此劫,万未想到,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 如今没了火神庙的形势,只怕刘恒顺死到临头,大县只在明日。 李老道告诉众人,明天是五月二十五,那一年一度的分工会,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雨水最大的日子。 刘恒顺身上的火气会被水汽遮住,正是他们下手的机会。 夜进子时,大雨滂沱,雷声闪电一个接着一个,此时的刘恒顺已是脸色极差, 趴在桌上一动不动,看来,那边已经拜上了纸棺材。 剩下的还有四个巡警,李老道打开一个包袱,取出两面令旗, 抿张翅,李灿,分驰令旗,又取出一面姓黄帆, 让老油条抱在怀中,又在堂屋点上七盏油灯, 等同于刘恒顺的三魂七魄,李老道在三钉中, 千万别让灯灭了,灯灭人就亡。 说吧,交给杜大彪一口宝剑, 让他守住大门,万一有东西进来,甭管是什么, 你抡宝剑就砍,一切不知妥当,李老道便失去了踪影, 接下来全凭刘恒顺的造化。 转眼到了此时,只听雨声一阵大火一阵, 老油条憋里抛尿,坐在屋中暗暗叫苦, 到了后半夜,老油条实在憋不住了, 他心存侥幸,就悄悄穿上雨衣, 捏手捏脚来到门前,怎知刚毅伸手开门, 末地刮起一阵阴风,一道黑气煞事进了屋, 刮得七盏油灯忽明忽灭, 杜大彪这才反应过来, 抡起宝剑一同乱屁虎砍, 黑风化为乌有, 一个让宝剑斩为两半的小指人掉落在地, 身上写了一个封字, 屋中的七盏油灯, 已被黑风刮灭了六盏, 还有一盏, 却让杜大彪也一剑砍翻, 七盏灯, 灭的一个不胜, 屋外大雨瓢泊, 电闪雷鸣, 四个人身上全是冷汗, 这可要了刘恒顺的命了, 正是, 人让人死, 天不肯, 天让人死, 又何难? 再说里屋的刘恒顺, 一整天昏昏沉沉, 趴在桌上眼皮子越来越沉, 说什么也睁不开, 过了五更才起身, 外头天色可还没亮, 来到外屋一看, 火神庙警察所中一个值班的也没有, 刘恒顺走出门一看, 可不怪了, 门前挂的红灯笼, 此时却变成了白色, 刘恒顺提上白灯笼一路往前走, 可是抬眼看去, 大街小巷空无一人, 各家各户黑灯瞎火, 没有一处亮灯, 也瞧不见周围的屋舍, 仅有脚下, 这一条路可走, 刘恒顺心里头纳闷, 又走了好一阵, 走到天津城西北角城隍庙的臭水坑, 正当此时, 走过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干瘦老头, 此人不是旁人, 正是在城隍庙扎指人的张瞎子, 可张瞎子已经瞎了几十年, 现在却两眼冒光, 其实张瞎子不仅扎指人, 还是个走阴差的, 专打酒喝下烧, 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孤魂野鬼, 按照老年间的说法, 阴差和鬼差不同, 鬼差也是鬼, 阴差则是活人, 因为城市相隔, 很多地方鬼差进不去, 必须由活人充当的阴差去勾魂, 带上阴阳路, 交给鬼差, 可张瞎子已经瞎了几十年, 现在怎么又睁开眼了, 张瞎子见了刘恒顺也挺诧异, 城隍庙前是条阴阳路, 往来的借为孤魂野鬼, 你可不盖上这儿来, 张瞎子听了来龙去脉, 知道刘恒顺并非阴魂, 而是生魂, 不过再往前走, 可就让鬼差拿去了, 便催促他赶紧回去, 你手上的灯魂不灭, 你仍是生魂, 灯魂灭了, 即成亡魂, 张瞎子便在刘恒顺身上一推, 叮嘱他, 一路上不论碰见什么人, 遇上什么事, 切记护住灯魂, 千万不可分心, 刘恒顺按照张瞎子的指点, 手提指灯魂顺着阴阳路, 一路往回走, 怎知魔古道在这条路上摆下了连环阵, 说书的进阶王, 剃头的十三刀, 喝破烂的花狗熊, 这些个平日里藏匿颇深的市井奇人, 相继现了原形, 分持法宝来灭刘恒顺手中的灯笼, 飞毛腿刘恒顺凭一身胆识, 收拾了这几个旁门左刀, 眼看快到火神庙警察所, 对面又来了一个妖娆的小妇人, 三十岁上下, 身上披着重笑, 挡住了刘恒顺的去路, 刘恒顺也认得此人, 是酒喝下烧, 戏绝八怪之一的十寡妇, 以四处哭丧吊笑为生, 十寡妇见了刘恒顺, 当即跪倒在地, 眼中含泪, 满脸的凄凉, 她手托一口纸棺材, 周围撒了许多纸钱, 刘恒顺一看便已明白, 带纸棺材的旁门左刀, 正是此人, 这时, 刘恒顺手中的灯笼已被吹灭, 却还没死, 灯火又灭而复明, 反而使寡妇拜了一天, 也拜不死刘恒顺, 妖法反噬其身, 手托的长明灯即刻化为一粒青烟, 一阵阴风过去, 使寡妇连同纸棺材一并, 没了踪迹, 刘恒顺迈步走到火神庙警察所门口, 将灯笼挂回原处, 但觉眼前一黑, 在看自己仍在里屋, 就好似做了一场梦, 周围的几个巡警, 见她火转过来, 皆是又惊又习, 从她怀中掉出一物, 剪在手中辨认, 似乎是一张官府批票, 刘恒顺恍然大悟, 原来张瞎子推她的时候, 将走阴差的拘票放在她身上, 所以只灯笼灭了她才没死, 看来刘恒顺命不该绝, 游走阴差的张瞎子相助, 虽然生魂出窍, 在阴阳路上走了一趟, 可是不仅没死, 反倒收拾了这一杆入了魔骨道的妖人, 转天一早, 在三叉河口边上, 找到了这四个人的尸首, 可是刘恒顺又听说了, 花狗熊, 石寡妇, 警戒王, 十三刀的尸首, 又让李老道收去了白骨塔, 现如今, 到了捉拿混元老祖的时候了, 不过捉拿魔骨道混元老祖, 还需请一位高人相助, 这不, 李老道请来了一个人, 这人刘恒顺也同样认得, 他就是天津卫, 刨粉掘墓的孙小丑。